歡迎你用這台K950的自動比重控制器 目前我們開始做標準的安裝與檢修 首先接上電源 接上電源 接上220三項電源 接上電源 再把感測器的連接線 接在機器的後方上下 接上電源 打開電源 當感測器 沒有懸掛服務球之後 沒有懸掛服務球 顯示應該在900位置 如果沒有在900位置 可以調整LEO這顆懸鳥 當感測器 掛上5公克砝碼 顯示應該在800位置 如果沒有80可以調整LEO這顆 剛剛講的在超過手指上 裡面都有記錄 好 那我們來看繼續這裡 這是電源開關 這是比重設定值 這是顯示值 這是顯示值 這裡有一個AUTO跟VANUE 是自動跟手動的切換 這個是DEPLESS 顯示溫度跟比重的溫度切換 好 當你在AUTO的時候 這有三顆旋鈕 目前是支去作用 一個是Bump 觸換器 吸日器 在手動的時候 它可以獨立控制 這個R-Line R-Line有一個開關 可以開貨 可以開貨關 它的主要作用是在 五充桶的觸換器的 顯示它的那個 容器 是否還 還有什麼 是否還 還有 還有齁 那我們現在開始 這裡有個 五充桶的輸入 那個吸日器 觸換器 這個是AUTO輸出 到 發炮槽這邊來 我先站等一下